历经近五个月的拍摄 雨凤行终于杀青了 该剧六月开机 从盛夏到深秋 一口气拍摄了四个多月 中阶段段续续一直都有路透出来 主演赵丽颖 林更新的造型也曝光的差不多 由于两人试迹楚桥传之后再次合作 所以关注度非常高 四日下午杀青之后 官威也进行了告别 表示敬请期待 随后主演分别晒出了自己告别角色的视频 赵丽颖杀青时一生红衣披发 虽然造型简单 但是状态极佳 整个人看着非常动人 男主林更新造型意外撞了玉文月 就是发型过于收紧 导致整个人看着五官很大 不过他本人却是瘦了 清爽十足 现场杀青的视频和照片也不断流出 林更新也是个性情中人 杀青直接哭红眼睛 堪称猛男落泪 赵丽颖在旁嬉闹安慰 众人其憾杀青 赵丽颖还晒出剧照 发文感叹 一整个夏天 与神同行 这里的神自然就是林更新饰演的角色 行指神君 也难怪林更新会不舍 经历了几个月的相处一定是有很多回忆的 结束难免伤感 这还不够 赵丽颖短视频账号还是有更多的幕后花絮照片 本人手捧鲜花 脸上涂了杀青蛋糕 笑容灿烂的分享杀青喜悦 还有自己生日时跟林更新的多张合影 其中一张林更新搂着赵丽颖 两人笑对镜头非常亲密无间 这一下子就让新月CP粉得到了巨大满足 当年两个人凭借楚桥传收割了一大票粉丝 因为原著只拍了一半 男主宇文岳成胡之后戛然而止 让不少观众一难评 这么多年来一直玩梗宇文岳成胡 也是希望两个人能够再次合作 如今两人如粉丝院再次合体完成新作 也算是给予了粉丝巨大安慰 另外据说为了如新月CP粉得愿 与凤行特意增加了女主下水救男主的戏粉 还有兔子灯情节 直接梦幻裂动了 而且该剧还是赵丽颖本人担任监制 话语权更大 不用担心配角加戏和魔改了 男主林更新也是十分给力 进组前就在减重 进组后直接瘦了一大半 如今就期待新剧正式播出了 不过最快也要明年夏天了 希望成果能够令观众满意啦 接下来说 耍花枪的赵丽颖 微发福的零更新 余凤行成爆款取决于这三点 最近关于余凤行的热搜很多 我都以为这部剧要播出了 作为目前最受关注的玄幻剧 能够被观众期待 能够被观众惦记 这既是一种骄傲 同时也是很大的压力 现在古偶剧已经是很泛滥 资本一头扎进这个类型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它爆火几率很大 许多人都在赌 要么一页成爆款 比如苍蓝爵 要么销声匿迹 比如静双城 赵丽颖和林更新 本来是还窃着观众《楚桥传》续集 可是因为没有好的剧本 或是因为前作口碑太差 投资人根本不愿意尝试拍续集 《楚桥传》原著小说口碑5.3分 拍成电视剧口碑还是只有5.3分 即便林更新和赵丽颖合作得很好 奈何剧本不给力 加上这部剧抠图太明显 色调太随便 那语文越索性就不用打捞起来了 于凤行剧组可能吸取了《楚桥传》的教训 虽然再次促成了林更新和赵丽颖的合作是卖点 但从幕后花絮和各种路透照明显能够看出 他们在努力规避着《楚桥传》口碑崩塌的各种因素 赵丽颖作为这部剧的监制肯定是很上心的 首先是剧本的打磨 这次直接请原著作者《九路飞香》担任编剧 并没有再去请一些不了解原著的其他编剧参合意见 这可能对于原著党是比较友好的 从小说到电视剧 中阶肯定是有取舍的 不可能完全按照小说来拍摄 那么这个取舍就很关键 也只有原著作者才能知道整个故事的核心是什么 哪些可以拿掉 哪些又得重新修补 我没有看过原著小说从目前给出的故事姐姐来看 这部剧是关于神魔的故事 沈黎逃婚被打回凤凰原形 富商坠落人间 神君行止 行踪不定 各处游荡 这时候一个是等待贩卖的 一个是即将购买的 两人的命运被一场看似不经意的交易 紧紧地扭结在了一起 不出意外 这部剧应该是绿烈剧 如何能够从俗套的古偶剧里脱颖而出 有更多有意思的创新和突破 就看憋剧能力了 倘若没有变化 继续狗血 与凤行级别阵容强大 也会口碑崩塌 其次呢 是布景方面 楚桥传毁在了抠图 毁在了色调 而从与凤行放出的剧照 可以看出剧组为了取景下了功夫 绿山环绕下的古镇 长桥横跨大河 西水潺潺 庭院古色古香 看到剧照里的玄景地 总有一种取景 通幽处 蝉房花木深的错觉 真的太古典气息了 赵丽颖 林根星两人 坐在桌子前 品名赏景 那应该是非常惬意的 这回的实景拍摄 应该是下了血本了 希望到时候剧播出后 看到的不只是宣传时的 那几张照片 而是所有景色选择都不能用抠图来敷衍 最后呢 就是动作戏的设计 现在很多影视剧 凡是涉及到动作戏都会用各种慢镜头来完成 打戏 免软无力 更没有可看性 与凤行放出的打戏花絮 赵丽颖 调威亚和耍花枪 确实是亲自上阵 她之前也拍过很多动作戏 吉平不是专业的动作演员 但有过经验 拍摄就应该不会很困难 花絮里确实对动作设计用心了 就是不知道最后的解辑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希望不用太多的慢镜头来糊弄 既要打得漂亮又要打得有心意 更要让观众看得过瘾 看了与凤行这么多视频和图片 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无论赵丽颖还是林更新 都有一点发福了 尤其是林更新 发福更加明显 都成果子脸了 不知道是角色需要还真是就是发福了 总之呢 看到发福的林更新 一脸严肃的表情有点想笑 与凤行正式杀青 接下来呢 就是解辑和后期制作 这也是很大的工程量 所以应该明年才能看到这部剧 期待一下吧 好了 以上是本期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转发 一点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